車隊浩浩蕩蕩 開入北朝鮮一側的板門店 統一隔前鋪上紅毯 軍人夾到歡迎 南韓總統文在寅抵達時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親自迎接 兩人會談過程約兩小時 文在寅和金正恩 各有一名官員陪同 會議結束後 兩人彼此熱情擁抱 互相道別 有別於第一次文經會的大排場 二度會面可說是保密到家 時間點也正好在美國總統川普 取消川經會的一天之後 因此兩人會面消息一出 讓外界相當錯愕 就連青瓦臺也只有 極少數人之情 一直到二十七號 文在寅才親自宣布談話內容 文在寅也說 北朝鮮再次重申百門店宣言 展現非核決心 不過廢除核武後 美國是否保障北朝鮮體制的安全 金正恩對此抱持高度懷疑 因此金正恩想與川普好好談 化解彼此歧見 藉此結束兩國數十年的敵對關係 北朝鮮不斷釋出善意 川普態度又出現轉變 川經會起死回生 文經會也如火如荼籌配當中 將在六月一號三度召開 兩國高層也將直接面對面交流 一連串的朝韓峰會 都能看到文在寅正在積極掌握朝鮮半島局勢 還會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讓人拭目以待 大愛新聞周波縣編譯